8月過去了 妹妹24歲的生日也結束了 劉我現在來了 請抱你的購物車 我的順便 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啦 你好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可妹變成豬了 沒有他不在家啦 重買房子以後我們的經濟大幅拮据 果然完全夢想的路上是艱辛的 但是呢醜妹魔人再度登場 今天呢我就要輕抱他的購物車 不論他裡面有什麼好的壞的 或者是小廢物 我們都一鍵下單 當他一個生日大驚喜 那長久以來呢 我都是跟妹妹共用他的淘寶賬號 因為集運太麻煩了 通常這種困難的事情 我只言 我不會 妹妹就會幫我處理 但是他今年轉用了另一個史上最懶的集運 簡單到他用一次我也學會了 那今天除了輕刮他的購物車之外 我們也手把手教大家如何使用集運 來看看他們來什麼怪東西吧 我們現在就打開這個驚險的購物車 我保證 我在錄製之前都還沒有看過裡面有什麼 44塊的聖誕樹 現在才9月他已經在看聖誕樹 等等等等等等 這東西是買來犯罪的吧 我的天啊 我們不要看我們不要看 我們保護他的隱私 然後我們買一件一件 全選喔 喔 你猜猜看你機格有多少 兩千元 兩千元 一二八三 喔很便宜喔 一二八三人民幣 一二八三人民幣 你竟然放了六千塊的東西 喔沒關係 沒關係 然後我說的就是這個 巧巧郎這個季運 他們家主打的就是一鍵導入APP 所以呢我們現在買東西 完全不用一次一次去輸入地址 他已經跟你的淘寶賬號直接綁定了 所以你就可以輕鬆的直接寄過來 然後他最厲害的就是商家發貨後 還會直接幫我登記 超爽的 我先來結帳 這個可怕的一單 喔我心好痛 我以為你要三千 六千 這個女人 那這個集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因為以前每一個集運啊 我們都要自己最終單號 有一些商家忘了發 我們自己也忘了 結果後面跟那個商家說 欸你好像忘了發 他也不會認帳 但是像巧巧郎呢 我們直接綁定淘寶以後 他就直接全部被我們輸入了 不然的話像我跟美以前人 吃了不小門虧 就是白白的花掉錢 首先 像他的這個功能能寄嗎 你就可以輸入你好奇的東西 因為像上次我開箱行李箱 就會有人問我說 行李箱可以寄過來嗎 那這個呢 你直接把你想要的商品貼上去 然後他就直接告訴你 欸你可以用空運的特貨啊 或海快 因為如果你的商品 你沒有選對東西 例如電磁液體類 我們不小心選到普貨 寄過來台灣的話 是要另外罰錢 將得付償失 最重要的是 這個軟體是直接綁定淘寶的 你不用等客服回覆 然後包括著特貨是海快也可以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你就不用花到太高額的運費 然後他們的運輸啊 除了海運海快空運 還有一個海針塊 海針塊超特別的喔 海針塊 對 海針塊 我還好疲勒 我還好餓 他呢 三天 他就可以直接到台灣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再更快的話 他還有海針塊自取 海針塊三天 海針塊自取 一天 隔天就到了 那這個呢 就是你可以到他的新莊去 聽說未來他們還會在 中南部別的地方 也可能開門市 這個 就算是女朋友生日前訂東西 也來得及喔 那小小狼這個 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的低銷是5公斤 可是我跟妹妹都是買2-30公斤 從來都不成問題 但如果你真的是買低於5公斤 但運費你就覺得 啊好不合的話 他APP上有一個巧拼功能 你就可以跟幸運好的會員 一起湊單回台 你就不用擔心你只有買3-4公斤 這樣子不合 那最重要的就是價格的部分 海塊呢1公斤只要45元 不包稅 甚至38元就有 然後還有空運啊 海運的金額 那通常我們都會選擇 省麻煩 就會選這個包平飯 所以他平均下來呢 是55元1公斤 超級便宜 因為我們之前很多都是 6-70元以上1公斤的 因此我覺得這個金額真的是 非常的佛 如果我早點認識他就好了 我們就不會花那麼多運費 然後他的付款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轉帳的方式 我們就是用轉帳的 那他這個介面下啊 就有你什麼東西帶入庫 已入庫 然後準備出貨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像我們之前買過的訂單 你看上面的編號啊 跟品項是什麼 甚至照片 你就不會忘記你買過什麼東西 這真的整理的超好 那喬喬狼這邊 他自己有一個喬喬狼社團跟LINE群組 他們裡面都有非常多熱心 且有經驗的會員 如果真的有很即時的問題 問他們也不錯 因為我覺得大家還會分享 買了些什麼好東西 這樣的交流是很棒的 那進行註冊的會員也會上很多 優惠券啊 金巧P 他可以直接折頂運費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曾經推薦給 一樣喜歡逛淘寶的人 我覺得這用下來 真的是回不去好用的即運 那我們就來看看商品來的時候 妹妹會有什麼樣反應 哈哈哈哈 清空你的購物車 登登 生意快樂 妹妹我把你的購物車清空了 蛤? 這些全部都是你的東西 所以你把我購物車清空了 想不到吧 對而且今天我們警衛室 有那個通知我看 還有一個包裹在樓下 因為太大了 所以我請公眾別人 等一下幫我一起買 因為我個人辦不上去 什麼? 妳還清空了哪裡的購物車? 我不知道 我應該是買個什麼 怪責 我不知道 好我們來看看 妳買了些什麼 欸? 該是發生什麼好笑的音效 什麼? 喔 小咪 哈哈哈哈哈哈 沒想到每一個購物車裡面 要聊聊的東西 那會不會有我的東西 小咪 她每天就會這樣跟她的蜜蜂講話 我想起來了 我那時候在幫你結帳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喔 可是因為這上面幾個會跳過來 有一個東西幫你這樣 就是這個 喔 我 還蠻酷的欸 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很酷 可是她的材質就真的蠻不好 因為她後面也有點奇怪起球 真的假的 喔 喔 謝謝 謝謝 新用戶用 C 這個呢 不只是充電線 代表著妳買的 還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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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不會真的還是她的吧 好可愛喔 好笑喔 這是一個 我沒想到她那麼大 因為她的標題是寫寶寶午餐 寶寶午餐 寶寶午餐 哪個寶寶吃的跟我差不多多啊 巨寶寶 等一下 裡面有幾樣是寶寶的東西 這個什麼是寶寶的 它是一個垃圾袋 啊 啊 啊 吃破了 它是一個垃圾 這真的很垃圾欸 先幫我開一個垃圾袋 我把這個垃圾丟進去 下一個是 go go bay 這個我家覺得是有原因 因為我之前那個拆之後啊 我那一週一次都沒有用到她喝到的東西 我就是好可愛 我全部都被她拿去了 又大又好看 然後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然後你還買了一個 這是什麼 我的小小帥 沒有啦 感覺很方便欸 浴鏡 就是你洗完澡就可以直接穿 因為我這次用鋼子的 然後人家胖有時候就 爆山 感覺是一個可愛的 go go 你買了什麼 蛋架 它是放一顆蛋的嗎 咖啡色 我們要活用思維 女生就可以放 美妝蛋 啊 你不要你那隻小公雞了 因為我覺得公雞太好笑了 我就想 而且 好大的湯匙 好可愛喔 拿來個啊油拌飯用的 哇 你們看好可愛啊 她兩身定做的動耶 這個有點可愛耶 也可以放戒指啊 有的沒的 欸美妞你今年幾歲啊 為什麼 沒有 奇怪的東西啊 為什麼沒有年輕人 我們想要看的是 女生的衣服 女生的用品 不是一顆聖誕樹 ok 這個呢 就是給你的 給我的 我看起來像是 喜歡這種聖誕送的人 我就想說 聖誕節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餐廳上 跳舞給你看 然後妹妹又買了 哇 終於有 女性會用到的 眼鏡 哈哈哈 我剛剛在公園看 有狗帶這個太帥了 我就很想給他戴阿溜 欸這個是透明款的喔 對啊看得到啦 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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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看的欸 他 看得 我感覺變老花眼鏡 薄君女小 謝謝大家 剛剛說薄君女小 原來我的錢是花的 薄君女小 薄君女小 薄君女小的嗎 哈哈哈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 抹茶美妝蛋 yes 剛好可以放 他一下抱怨我買的不夠女生 然後我買化妝用品 他又覺得很不錯 喔好香喔 你看 用小垃圾桶裝著的 這不是垃圾桶 這是咖啡杯 就是 我也以為他是不是適合 有了欸 我以為會有很多東西屬於你 但其實還好欸 喔 喔 喔 這跟我超商買的帽子好像喔 很像對不對 欸其實我們款式不一樣欸 我就是有點 我也是一屋嘛 我就是病患嘛 那好笑喔 我們兩個竟然有一樣的眼光 誰叫好看 欸如果真的要認真講的話 我覺得妹妹就比較好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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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怕他可能至少能背一下 沒有因為你的真的太 然後妹妹還買了什麼 白白牙 我上次買那一副 有兩隻指甲蓋掉到馬桶裡 哇太厲害了吧 小時候應該過年了又是聖誕 非常適合那個紅色式有沒有 好無新鮮感耶 這是什麼 欸可愛喔 真的是那個醜妹 他叫什麼醜什麼的 我都跟他醜妹 真的很可愛 他自己有髮夾欸 他還有那種洞洞鞋 就是你可以把它上到洞洞鞋上 然後就可以把他邊頭髮 手頭髮那種 啊啊好可愛好可愛 這本來就是要送你的 因為長得很像那個你 哈哈哈哈 醜什麼 我都剛剛沒 一個桶子 啊我知道我知道了 這是洗刷具的 哇 這上面呢 就是直接洗的那個顆粒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那個刷具刷乾淨了 下面呢是你的筆刷可以直接插在下面 就是你的刷具的筆桿這樣嘛 然後毛在這 毛在下面這樣 啊 這個是我的睫毛先生 欸妹妹現在有貼假睫毛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我覺得他好厲害 用成自然絲 像是不是每個人的眼型不一樣 像我眼睛貼假睫毛就會喊 對 所以你們可以買這種分段的 比如說我的左眼右眼就會貼不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段書 喔真的喔 他們家很貴 但是貼起來真的比較貴喔 好貴喔 接下來是 綠水藍 喔這顏色好夢幻喔 啊對 剛剛還有一個三個smile face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樣會這樣絕望 這樣 欸快沒了欸 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戒指 啊 那個應該是這 不是這看起來像透色欸 這 喔喔喔 你看起來像有東西卡在上面 沒有啦這是調粉底的 它是粉底盤戒指 就是 或者是那個夾睫毛膠的 我是拿來黏那個夾睫毛膠 因為不是有些人不喜歡粉底益在手上 我都用在手上 那這個咧 啊這是那種 烏魂髮夾啦 喔烏魂髮夾啦 烏魂髮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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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禮物剩下這一個 烏魂髮的時光 好啦其實這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這個你知道我當初為什麼要買嗎 它叫做重力眼罩 人家說 在那個辦公室一蓋就會睡著 它是 然後你就會 好暗喔 好我們現在下去還有一個大東西 直接 我直接漏掉它那一趟 這什麼東西啊 你買一個這麼大的行動 這你應該可以進去 所以你要進去睡了吧 我們把裡面搬出來 這一次也都是我自己包貨 我用喬喬人包貨 然後我看到這個東西那麼大呢 它就跟我通知了一下 我就發現我不能不檢查 因為它是鏡子 你知道妹妹之前是租屋處的時候 買了一個大鏡子 然後運來的時候 鏡子有多碎 我的心就有多碎 對總而言之呢 這個東西沒想到它也加到購物車 可是遲遲沒下單 我不怕下單了 可是你知道它運過來的費用多少嗎 本身它的運費是2182 然後因為它超大呢 台灣用新竹鍋運機過來 要1200塊 那因為我怕又發生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喬喬人有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是它可以拆箱檢查 那個木箱是喬喬人 對 所以我是幫你開箱檢查過 然後又再重新上一個木架 這個就是他們重新包裹的 然後我有點不敢猜 但是它如果睡掉 那這個moment就是最美好的moment 天啊 欸它很高耶 哇好想哭喔 它比我還高耶 我已經180了沒想到你了吧 那它以180 最終是全身競爛勝利在台了耶 它竟然沒有破掉耶 光子沒破掉就很棒了 好那這一次也是就是手把手 帶著大家一起就是下單教學 因為最多人就是問我說 就是今天用哪個 那過去其實我們都有用過各種的 那價格也都不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大推他把它包成這樣 要嘛就是一個破掉的3000 要嘛就是變成6000 可是它來了 我覺得用下來最主要是很簡單 然後它的APP也很可愛 圖片都很好用 然後不管是含睡不含睡啊 你在繳費上面都很方便 你知道有信用卡轉贈 或者是你直接去便利商店 就可以轉贈的很方便 我也會把它的連結 放到我完整的資訊柱 如果你有在買淘寶 或者是其他金融需求的人 也可以去參考看看 收看小影片 喜歡追蹤小朋友 喜歡大家的 記得訂閱追蹤 旁邊的方法 小鈴鐺 打開今天喜歡的場景 謝謝 生日快樂 Facebook和投資客人 有這個影片 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生日快樂 嘿嘿 按下喜歡了嗎 接下來還有花絮唷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不是我 是我 你妹妹的帽子 從上面看得很像內褲 你一致失去兩個朋友